一名年約五十多歲的外籍男子 在首個寒冷天氣警告下 在鳳凰山行山期間扭傷腳 兼出現低溫症狀 同行的山友見到後立即報警求助 示範在星期六早上大約10時半 政府飛行服務隊派出直升機到場搜救 但因為山勢和大霧問題未能降落 最後派出飛行醫生和文安隊隊員 徒步上山拯救 事主當時清醒 但因為腳傷不良於行 需要由文安隊隊員扶下山 其後直升機再將它吊起 送到灣仔亭基坪 但它拒絕宋遠治理 你問行山前 記得看天文台最新的天氣預測 再決定是否出發 這樣便安全得多了